大家好,我是青豆卡西,我是青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勺药的种植 勺药是十大名花之一 花大色艳,观赏性很强 我们现在手上这个就是勺药的快根了 上面红色的部分是勺药的茎 勺药的茎和叶和花都从这边长出来的 其实勺药不太适合盆栽,比较适合地栽 因为勺药是一种生根植物 盆栽种植的话胶水和配土掌握不好会容易烂根 所以盆栽勺药最重要的就是土壤的选择 用这种普通的圆土或者这种黄土就可以了 就是路边最常见的那种土 我们选择的是圆土和珍珠岩各一半的比例混合 然后加珍珠岩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透水性 花盆没有其他别的要求 深一点的种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盆底垫上一层淘土粒 先往里面倒点土 然后我们加点缓示肥 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继续往里填土 盆底要添上10到15厘米左右的土 然后我们把勺药放下去对比下高度 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把勺药这个红色的牙点朝上 记住一定要红色的牙点朝上 然后我们继续盖土 再盖3到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压土 好了之后再浇一次透水 这次的水有点特别 是加了生根粉以后的水 比例是一比一千 这样子会有利于生根迅速 然后浇完水以后土会有点下强 然后我们再拿些土补一下就可以了 种植好的勺药盆栽 要放在那种光照充足的地方养活 直接放在室外就可以了 耐寒性比较强 需要保持盆土的湿润 这样子一直持续到春季 等到春天再给它施肥 促进它开花 一般4月份左右就能正常开花了 关于这本勺药的后期讲后 我也会给大家继续的更新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 每日更新 拜拜